HELLO,大家好,我是BRONSO 我最近試了四支Affinnesens的香水 然後入手其中的兩支 雖然主要都是因為有一個good deal 就是一個挺好的價錢 趁我還記得這四支香味的時候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Affinnesens的四支香水的香味 暫時這個品牌只有六支香水 還有開箱了我入手的一支Pachulia Oud 好快說,Affinnesens是一個來自法國 2015年才創辦一個多新的三郎香水品牌 而他們的品牌呢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只是用Base Note 平時香水是前調、中調、後調 Base Note就是後調 一支香水的前調沒有了之後 就會去到中調 中調沒有了之後就是後調 所以後調是令整支香水耐用最久 就是貫徹到尾一直都在的一些香調 通常是一些較強的香調 可能是Rudisens、Sandlewood、Cedar 可能是Spices、甜點的Vanilla 這些香調 所以Affinnesens的香水就沒有前調、中調 一來就是由頭到尾都是那種味道 因為它們沒有前調的關係 它們的Projection是不強的 就算是立刻噴的那一刻 它的Projection也是淡淡的 但是因為它是Base Note為主 它的流香時間就不錯了 Anyway,你介紹一下我這四支香水吧 Let's go OK,第一支介紹的就是Musk Amber Grease 雖然它的Amber和Grease分開了 它應該是直接想說Amber Grease 龍炎香的,那就是一支龍炎香的香水 它還有一些Musk 我覺得這支香水是Amber Grease 重過Musk的 如果你喜歡龍炎香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會喜歡這支香水 它除了Amber Grease 還有一點鹹鹹的香味 如果沒有什麼聞開香水的朋友 可能未必會喜歡這支 或者接受到這支的 我自己都SoSo了 所以在四支裡面沒有選到這支 OK,第二支就叫做Vanille Ben... Ban...Ban...BanJoy...BanJoy... Vanille Benjuin Vanille就是Vanilla 香子蘭 Benjuin就是... 我想應該說Banzuin 它有一點甜甜的Vanilla的香味 我自己也有做過Research 因為我沒聞過本身 之後我聞那一下就覺得 咦,都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特別 但都OK的 所以就Skip了這一支 但我覺得這一支是好聞了上一支 是不錯啦 但在我身上的Projection 有些太Below Average 所以沒有接受到這一支香味 香味來說我覺得OK的 那就是... Vanille Benjuin...Banzuin... Whatever OK,來到... 先說這一支 已經開了的,但我給大家看一下 哇,它們的Packaging 首先開了是這樣的 有一塊Avenissance的布 它還送了袋子 我覺得挺貼心的 然後可以帶出去 然後這一塊也是可以就這樣拿出來的 哇,這個箱其實... 這個盒 我想應該應該比市場上貴的香水的價錢 你看到這個box 其實都知道Avenissance其實是貴的香水來的 就是我看Heret也在賣三千多元 所以就... 不要賣賣 任何一支都不要賣賣 那這支就不是我買的 是我有一個朋友的枝 我有這個Good Deal 就叫我幫他選一支 那我就幫他選了這支 在三支裡面 這支我還沒聞的嘛 不要賣賣 任何一支都不要賣賣 這支我也覺得是真的挺香的 雖然我沒有見過任何人在Youtube說過這支香水 這支香水原來是史上第一支用Tumorac做香水的一支香水 由於是這樣 我都好像沒怎麼聞過Tumorac的香水 然後是薑的筋底部的粉末 OK 那Cura Curcuma Cura沒記錯就是Leader的意思 Cura Curcuma我不知道是不是跟Tumorac 那因為我這支香水應該會給他 我都免得噴 而且我整個人都受到香水 那這支香水其實我都真的蠻喜歡的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相信我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會不會喜歡 很怕他不喜歡 因為雖然是Good Deal 但是你說算是不是很便宜呢 是一個Designer的正價Price 變了 如果他不喜歡的話我一定會回收 因為我自己都蠻喜歡這支香水 Cura Curcuma 一個真的有少許Leadery 淡淡的 個人來說我覺得是蠻喜歡的 不知道其他人會怎麼看 我現在拍的影片都沒什麼preparation 我這一條影片都有點即興 因為我現在是等著Ut for greatness的dried down 好 那順便開箱了這支Pachuli Ut 這支我沒有聞過現在 這個是Bland Buy 不要Bland Buy 任何一支都不要Bland Buy 跟大家一起開箱 觀眾何而言說想同一支開箱 一支原價大約三千多元的香水 大約三千多元的香水 Nazamato Pardon的感覺 嘩 有一點像Ut for greatness Projection來說 在這四支裡面應該算是其中一支最強的 是一支不錯的Ut香水 對 其實很straight forward 不知道怎麼解釋 因為它真的是Pachuli Ut 有一點藥味 往復香藥味 Ut 圓 照這個品牌的理念來講 我想它的dried down也一樣 因為它的juice令我聯想到Pardon 而我想我應該會喜歡Pardon多過它 這樣聞我好像會喜歡Curr Cucuma 好 我決定給我朋友問一下他喜歡哪支 如果你喜歡這支的話我就給他 但是這支也不錯 它整個packaging 瓶子簡單來也挺漂亮 但是老實說如果是3000元我一定不會買 說明先 以現在我買的這個價錢來講 就是一個designer price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買 Quadge在這裡 它的box 真的很滿足到一個香水迷collector的購物肉 對這個dial也不錯的 不行 我忍不住先問Curr Cucuma 糟了 好像真的喜歡這支香味多一點 所以這品牌真的非常難 我想進來看的你們一定是 超級超級的沙龍香水迷 或者是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觀眾 它最有名的香水叫Santile Basmati 那支我就沒聞過 現在對於這個品牌來說 我覺得它的projection是偏淡 long lasting 是挺高品質的香味 但香味來講是不mass appealing的 真是 依然應該都會是一個 偏南門要多一點時間被人發掘的 一個香水品牌 因為它始終都是出到5年而已 好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你喜歡這條影片 我就為了跟大家開箱 順便介紹這個品牌的香水 因為暫時這個品牌只有6支香水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留言 分享和訂閱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面再見 拜拜